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非常特别 要绕着亚洲第一神山 刚仁波切峰 顺时针行走祈福 也就是俗称的转山 有一位艺术家从拉萨出发 他行经西藏高原 圣武峰还有刚仁波切峰 并且在海拔六千公尺的高山 转山四天 用矿石摄影记录了这趟朝圣之旅 四周环绕壮丽的山峰 途中不时看见信徒跪拜 这是亚洲第一神山 刚仁波切峰 佛教 印度教都把这座山 视为圣地 艺术家刘兆欣用镜头 记录整趟朝圣的过程 我的女儿在2007年 因为血癌过世 心情非常空虚 回到台湾之后 有一天不小心在书店 听到嗝嗦雀奇的歌声 然后我就深深地被感动 那个时候我闭着眼睛 好像就看到西藏的一些景色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是我毕竟的一个路程 2011年 刘兆欣为了寻找精神寄托 决定前往西藏朝圣 他从拉萨出发 行经西藏高原 圣武峰以及刚仁波切峰 并在海拔六千公尺处 转山四天 完整记录朝圣之旅 其中作品《阔拉》在藏文中 只绕着寺院或是任何神圣的地方 顺时针转圈行走 是一种朝圣和修行的方式 而萨格达瓦则是西藏最重要的节日 信徒拉齐象征神圣的柱子 并围绕着祭坛插香祈福 其实西藏各地都会有活动 那在神山下面的萨格达瓦的仪式算是最重要的 然后他们每年都会就是要竖起一个柱子 柱子上面摆满了经文旗 也挂满了其他的绳子 悬挂了很多经文旗 那是大家的那个奉献 刘兆欣刻意放慢速度 让每件作品如梦似幻 这趟不只是疗伤之旅 更是对大自然以及人生的冥想